这是脚踩气泡,这个是进气口,这个是出气口,然后接着蓝色的这个接头上 这个是冲气口最大的气嘴,然后对着这个冲气床 是应该穿在这下面的 冲气床这个气嘴这地方有一个 透明的保险栓,这个千万不要把它拿掉 这样盖上 盖好盖好以后,一定要看完,一定要扣紧 然后我们用最大的气嘴这个头对着这个后面进行冲气 这样轻轻用力就行了,不要插得太紧 然后脚踩气泡 这样踩10到20分钟 这样冲气大概十多分钟以后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冲气床,冲气到这个程度,冲到什么程度呢 具体要看这地方有没有,就是说有没有折肚的皱痕 最好让它不要有皱痕,我们继续冲气 脚踩气泡刚刚那个冲到这个没有,没有皱纹为止 这样的话,差不多就是冲气床就算是冲污好了 冲好以后,然后 这个地方,气嘴地方也要把这个拔掉 一定要把这个拔下来 然后呢,把这个盖子再盖上 一定要盖紧 这样盖好以后,然后呢 这个冲气床气嘴是可以这样的,给它压进去 这样的话就是说,不会有 触碰到这个 气嘴的地方,这样就可以了 冲气床完全冲好 感谢观看